みなさん おはよう 要到了小春娘的時間啦 最近一直沒有借到廚房睡午後 我又發現我前一陣子洗好的圍裙 好像又髒掉了 那大家想要知道誰把圍裙弄髒的話 可以去找找影片 看看誰跟我穿同一件圍裙啦 OK 那我們今天呢 祝福大家 情人節 沒有情人也可以自己過得很開心啊 今天又要來挑戰製作 巧克力布朗尼 來介紹一下今天的材料吧 食譜出 我們需要 牛奶巧克力 含糖的160克 蛋一顆 無鹽的奶油 以及 頭都塞好了 裡面有 砂糖10克 低筋麵粉50克 以及無糖可可粉10克 但因為我手邊沒有無糖可可粉 所以我一樣用了10克的可可粉之後呢 我把砂糖減半 怕太甜啦 如果你一樣跟我怕太甜的話可以稍微減半一點啦 做完之後布朗尼烤完 我們要沾上那個可可液 那要沾的可可液它是說用萊姆酒 加上巧克力也是160克啦 但因為我 對酒精過敏的關係 我個人呢 等一下會用別的東西來挑挑看喔 大家可以期待看看 OK 那我們就先來融化巧克力 第一個步驟當然就是最簡單的 融化巧克力 隔水加熱 那我們隔水加熱的同時呢 我先預熱一下烤箱 需要170度 一條巧克力是80克 剛好兩條 這巧克力真的好好玩耶 好像某種暴力傾向 隔水加熱 把巧克力隔水加熱好變成巧克力糊之後呢 我們要加入砂糖跟蘸 還有無鹽奶油 把它打到蓬鬆 讓我的砂糖跟我的可可粉 麵粉烤在一起了 但沒關係啦 就是蛋打蓬鬆之後呢 一樣要再把剛剛的麵粉還有可可粉倒進來 這時候應該是 おいしくなれ 看點好吃 現在這邊看起來一點都不好吃 おいしくなれ 好噁心喔 很硬 就看到一坨肉在幹嘛的東西 變好吃 變好吃 快點變好吃 等一下說 煮飯的時候 你要對它添加愛惜 我看這是添加詛咒嗎 這有辦法變蓬鬆嗎 蓬鬆 蓬鬆 我忘記關火了 難怪我覺得好熱 我錯了 牛奶巧克力先加奶油 煮融化 然後把蛋跟砂糖打發 不是打發 打到蓬鬆再加一起 啊 但是 我還沒有蓬鬆 我就把它挑一起來 啊 這故事告訴我們 食譜也要看好 但我已經回不去了 所以 我相信它就算沒有蓬鬆 應該還是好吃的吧 那不管 我要全家了 變粉以及可可粉 醜乳 怎麼辦我真的沒有打到蓬鬆 我希望 你還是好吃的 我讓你 啊 休息喔 其實食譜講的有點簡單 它也沒有說麵粉要不要過篩之類的 我剛剛想了一下 素食該過篩會比較好啊 雖然我們剛剛前面步驟錯了 但我覺得 麵粉還是要過篩啦 不然它還是會有顆粒感 我們這邊攪拌它差不多之後 就是進烤箱喔 我現在只能相信它 烤出來還是布拉尼 應該不會烤出來不是布拉尼吧 烤出來變蛋糕之類的 幫忙 那如果要漂亮一點的話 可以用四方形的烤盤 這樣出來再切的時候會比較好看 但因為我們沒有要送的 我們自己吃啦 所以 行動什麼的我們就不要指教了 這樣看起來好像還蠻像烤蛋糕的啦 OK我們這邊就 近烤像170度 我要烤個20到25分鐘 那烤完之後我們再幫它裹巧克力醬 變得更漂亮喔 好期待喔 好期待喔 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像我們剛剛前面的步驟 還有更更的一懷 我們現在 這邊看到的呢 就是 拉近看 好像變烤蛋糕喔 這是我們剛剛 出烤箱之後 放涼的 布朗尼 那現在要來做 包裹布朗尼 巧克力布朗尼的沾料 那原本的食譜寫說要 蘭姆酒 巧克力 然後加上巧克力 但因為 對腳均過沒有關係 我準備了 要看不出來是什麼 奶茶啦 酒精跟奶茶 應該可以吧 加一點奶茶 加一點調味 然後結果等一下如果沒辦法沾在一起 我就尷尬了 好像真的不行耶 我是要失敗了 我好像倒太多了 啊不行耶 噔噔 剛剛不要加奶茶的時候 看起來好像蠻正常的 加奶茶之後好像不太對 啊 正常的食譜說要 蘭姆酒10秒就好了 變超噁心的 裹得上去嗎 好問題耶 先不管這個巧克力 我們來切布朗尼 布朗尼看起來是正常的喔 把它從個地方切掉 至少出一個它很美的假象 可以啦 這樣看還蠻漂亮 切 可以可以 雖然 它 有那麼一點微妙 OK 這故事告訴我們 八怪的果巧克力就好了 不要亂加什麼奶茶 這裡有一個很好的失敗例子給大家看 哎唷剛剛明天很漂亮了 現在加的奶茶都變得好噁心喔 但我們重要的是味道 味道 我相信你味道應該還不錯吧 它果完變好醜喔 理想上呢 裹完它應該要很漂亮 但它現在 至少裹一面可以看的 然後等一下再撒一點巧克力米 這家奶茶真的它真的是正常的布朗尼 對不對 正常的巧克力 撒巧克力米好像好多 大家也可以用白巧克力極限調會比較漂亮 但因為我今天沒有買到白巧克力 那巧克力米也是 可以啦 看來我的勞作 分數應該還蠻高的 空拼空拼 塗水泥牆的狀態 這片水泥牆塗得很不錯喔 有沒有 鏡頭看一下這個水泥牆 這麼的漂亮 覺得水泥牆太單調的時候呢 還可以用刺刺的地方畫絲花紋喔 完全幫自己找樂趣 用鏡頭看 像你要這種平的 還是你想要有個花紋 氣牛排刀我蠻好用的 嗯 多功能 那種漂亮一點 免得試吃人不想吃 那是等它在鳳梁凝固 就是巧克力布朗尼喔 試吃看原本的味道 旁邊一個地方像米乾 中間那個布朗尼耶 巧克力蛋糕的口味 而且真的蠻甜的 雖然 雖然不是很美觀啦 我已經很努力把它弄美觀了 因為我前面有一點失敗 請大家勇敢的吃它吧 我剛剛自己吃了一下它的本體 本體是沒有太難吃 它剛剛進冰箱變硬現在又變軟了 它醬比較像布朗尼耶 太甜了 不能再加燒糖 如果可可粉是有甜的話 我發現再沾那個巧克力醬太甜了 可是布朗尼外面就是還要一層巧克力醬 太厚了 太厚了 我真的覺得果太多 如果果少一點應該會比較好吃 如果不要加奶茶 其實它真的是好吃 那它加了之後 我的那個巧克力醬果太厚了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裡面的巧克力跟外面的巧克力醬 其實是同一個口味 如果有不一樣的口味 可能會再比較多層次的變化吧 雖然大家已經看到我前面有點失敗了 那最後我們做出來的東西成功了喔 那好不好吃今天很堅持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千姐巧克力布朗尼 祝大家千姐快樂 大家喜歡影片 不要按下喜歡及訂閱頻道 我們下次影片見 哈囉 我們下次見